要不老话说得好呢 古往言之 古往听之 这故事谁知的是真是假 反正是挺热闹 可些好些东西啊 别人看完就得扔 到咱们这就是宝贝 比如说下水 据传说外国人不吃转了 瞧见就吓坏了 咬 这事送我呀 外国人特别奇怪的就是 中国人为什么放着鸡不吃 吃凤爪 就是鸡爪子 放着猪不吃吃猪蹄 包括羊杂子呀 对 暴肚啊 有羊肉不吃 你为什么吃这个 他糊涂 羊肉我们也吃 对 不过这个下水之美 是他们所不知道的 暴肚是北京啊 天津的传统美食 好多人一见暴肚 就走不开不了 是非得吃上一顿不可 您喜欢吃吗 这个暴肚呢 本身啊 它也是助消化的 真正的好暴肚呢 吃到嘴里是脆的 对 而且一定要趁热吃 对 软中硬的东西 你像我们那个赌人 这个郭老师知道 这个赌人是 它这个一个部位啊 取下来的 也是赌那个百叶里边的一些精华 赌人是最嫩的地方 对最嫩的地方 一个羊位里也出不了多少 对 七只羊才出一份 对 这方面您是专家 侯家先是咱们北京小吃协会的会长 九门万峰小吃的创始人 到北京一说 九门小吃都知道 这是那创始人 现在我们三千多种小吃 哎呀 我一天来三种 对 您吃一个月吧 不会吃虫样 像郭老师讲的那个暴肚 我们现在光暴肚九种 赌人 赌板 赌铃 摩口头太多了 什么小吃都有吗 现在我们做两块品牌 一个呢是代表北京的 叫九门小吃 因为之前呢 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北京小吃的一个品牌 又是首都 是吧 尤其是北京小吃跟各地小吃不同呢 它呢是历代的都城 所以北京的小吃呢 主要就是它这几大块 一块是有这个宫廷小吃 一块是清真小吃为主 还有就是这个像卢主啊 这些汉民小吃和这个市井文化的东西 嗯 太好了 我想问一个东西啊 因为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 臭豆腐您那有吗 这臭豆腐呢 我想就是简单的啊 实际上这是真事 嗯 因为呢我现在还有一个身份 是这个工商联大师烂商会的会长 哦 大师烂呢 现在呢有一条街 叫严收寺街 嗯 因为呢我们在做这个资料的时候呢 亲自还去档案馆看了 就是王志和 这个人就叫王志和 嗯 哎 我们今天还准备了 重现刚才 我们这郝老师说的这个 还有人来演王志和啊 没错 哦 王先生您快来吧 哎呀 饿死我了 哎呀 一人王秀才 进京刚考 没考中 这不想着吗 在京城住一年 明年再考 没想到啊 钱都花没了 这个店钱呀 到现在还欠着呢 粮食啊也吃不起了 好不容易剩点银子呀 说买点豆腐 弄点盐我拌一拌 我吃了解解饿就得了 没想到啊 我把这茬给忘了 结果现在这豆腐臭了 他没法吃了 哎呀 饿呀 非得死到京城不可呀 哎呀呀 哎呀 姓王的 哎呀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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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店钱什么都交啊 哎呀 我这不没钱吗 这不是 那我明天我就去找工作 找工作 明天把这些事的钱先结了 您看我这一个文人哪 我这实在是 文人住店也得交钱 您多帮忙 多帮 回去 回去 您多 孙老板 哎呀 刘爷 谁是刘爷呀 您来了 您怎么来了 吃饭 哎呀 我 哎呀 我们这小店 实在是没什么让您能吃的 赶紧上新菜呀 你们家的面我都吃够了 不好吃啊 我们厨子换了好几个 您都尝过手艺了 那我不管 找废话赶紧 你要做出比我这还好吃的 房租多罢了 要不然我跟你说 这香的辣的甜的您都吃了 这没得吃 不行 哎 这 您好不能吃臭的吧 只要好吃 怎么着都行 臭的 账贵的 哎 哎 大爷 您尝尝我这个行吗 你这什么就给刘爷吃了 你甭管 甭管 您尝尝 您尝尝 你看刘爷这是 你这这这什么人 这是 这愣子西角水哥这是什么意思 哎呦 掌柜我不是有意思 您多帮忙您多帮忙 您多帮忙 刘爷您别生气 他是住这儿的 你这这这 你你去 你话都说不利了 去去去去 放不活面去 你过来 过来过来 刘 哎 这是什么东西 这豆腐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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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腐有这个味的吗 你骗我没吃过豆腐是吗 我没 刚才你们说臭的也行 我这豆腐臭了 但是他能吃啊 吃的吗 吃的 刘远您快想清楚了啊 你吃错样了 你爸爸才姓刘呢 我姓张 味道怎么样 味道好极了 还可以了 太好 这不是 谁做的 我做的 我做的 你做的 我做的 太好了 怎么了 你过来 坐坐 您说 打今儿起 我天天来你们店 我天天吃这个 什么东西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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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吃 如果来了没有 小心你的脑袋 谁是 谁呀 这有伤子不是在吃吗 哎呀 哎呀 豆腐 你臭豆腐 这有什么可吃的 哎呀 太好了 这有什么可吃的 也不住这了 别的 你多帮忙 你多帮忙 多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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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帮忙